今天日之下 機車騎士排隊停等紅燈 安全帽口罩層層包覆 出門一趟就像洗了個三溫暖 幸好現在騎車上路 能夠涼快一點了 主委中心宣布 19號開始民眾騎機車 騎腳踏車 可以不用戴口罩 就連從事戶外工作和散步 也能暫時把口罩拿下來 掛得比較好 比較安全 紀元很短 空氣那麼差 我們騎摩車車 都是直接接觸到工具 所以說就還是會戴 興致上路第一天 大部分騎士還是乖乖戴著口罩 因為不只為了防疫 更要防曬 防廢氣 但還是有戴著全罩式安全帽的騎士 稍稍解放 改變不了這個習慣 對啊 還是會繼續戴著吧 事外的可以先放寬 這次指揮中心也說 散步算是運動 也能不戴照 口罩實在戴了太久 早就變成習慣 只是這新規定似乎有些灰色地帶 面對質疑 指揮官王必勝則強調 原則上在戶外身旁都沒有人 距離比較遠才適合免戴口罩 而且目前也還沒開放邊走邊吃 搭公車搭捷運 提早下車走路回家都不能算是散步 提醒民眾外出還是要把防護措施做好做滿 華視新聞 廖一婷 莊兆元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